民数纪第五章 耶和华小玉摩西 你吩咐以色列人 使一切长大麻风的 患漏症的 并因死尸不洁净的 都出营外去 无论男女 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 免得误会他们的营 这营是我所住的 以色列人就这样行 使他们出到营外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 以色列人就怎样行了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玉以色列人说 无论男女 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 以致干犯耶和华 那人就有了罪 他要承认所犯的罪 将所亏负人的 如数赔还 另外加上五分之一 也归于所亏负的人 那人若没有亲属 可受所赔还的 那所赔还的 就要归于 服侍耶和华的祭司 至于那为他赎罪的 公养是在外 以色列人一切的圣物中 所奉给祭司的举祭 都要归于祭司 各人所分别为圣的物 无论是什么 都要归给祭司 尼小玉以色列人说 人的妻若有邪刑 得罪他丈夫 有人与他行淫 事情也密 瞒过他丈夫 而且他被玷污 没有做见证的人 当他行淫的时候 也没有被捉住 他丈夫生了遗恨的心 遗恨他 他是被玷污 或是他丈夫生了遗恨的心 遗恨他 他并没有被玷污 这人就要将妻 送到祭司那里 又为他带着大卖面 依法十分之一做贡物 不可浇上油 也不可加上乳香 因为这是遗恨的宿迹 是思念的宿迹 使人思念罪孽 祭司要使那妇人进前来 站在耶和华面前 祭司要把圣水 盛在瓦器里 又从帐墓的地上 取点尘土 放在水中 祭司要叫那妇人 蓬头散法 站在耶和华面前 把思念的宿迹 就是遗恨的宿迹 放在他手中 祭司手里拿着 治咒诅的苦水 要叫妇人启事 对他说 若没有人与你行淫 也未曾背着丈夫 做污秽的事 你就免受 这治咒诅苦水的灾 你若背着丈夫 行了误会的事 在你丈夫以外 有人与你行淫 祭司叫妇人发咒启事 愿耶和华叫你 大腿消瘦 度复发胀 使你在你民中 被人咒诅 成了事语 并且这治咒诅的水 入你的肠中 要叫你的度复发胀 大腿消瘦 妇人要回答说 阿门 阿门 祭司要写这咒诅的话 将所写的字 抹在苦水里 又叫妇人 喝这治咒诅的苦水 这水要进入他里面 便苦了 祭司要从妇人的手中 取纳遗恨的宿记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拿到坛前 又要从宿记中 取出一把 作为这事的纪念 烧在坛上 然后叫妇人 喝这水 叫她喝了以后 她若被玷污 得罪了丈夫 这治咒诅的水 必进入她里面 便苦了 她的度复就要发胀 大腿就要消瘦 那妇人便要在她民中 被人咒诅 若妇人没有被玷污 却是清洁的 就要免受这灾 且要怀孕 妻子被这丈夫 行了污秽的事 或是人生了疑恨的心 疑恨她的妻 就有这疑恨的条例 那时她要叫妇人 站在耶和华面前 祭司要在她身上 照着条例而行 男人就为无罪 妇人必担当自己的罪孽 民术纪第六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玉以色列人说 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 就是拿西尔人的愿 要离俗归耶和华 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 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 做的醋 不可喝什么葡萄汁 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 在一切离俗的日子 凡葡萄树上结的 自和制皮所做的物 都不可吃 在她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 不可用剃头刀剃头 要有法流长长了 她要圣洁 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 在她离俗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 不可挨尽死尸 她的父母或是弟兄姐妹死了的时候 她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 因为那离俗归神的凭据是在她头上 在她一切离俗的日子 是归耶和华为圣 若在她旁边忽然有人死了 以致沾染了她离俗的头 她要在第七日得洁净的时候剃头 第八日 她要把两只斑鸠或两只楚歌带到会幕门口 交给祭司 祭司要献一支做赎罪祭 一支做凡祭 为他赎那因死尸而有的罪 并要当日使他的头成为圣洁 她要另选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 又要牵一支一岁的公羊羔来做赎千计 但先前的日子要归突然 因为他在离俗之间被玷污了 拿希尔人满了离俗的日子 哪有这条例 人要领他到会幕门口 他要将贡物奉给耶和华 就是一支没有残疾 一岁的公羊羔做凡祭 一支没有残疾 一岁的母羊羔做赎罪祭 和一支没有残疾的公棉羊做平安祭 并一筐子无效调油的细面饼 与抹油的无效薄饼 并铜献的宿祭和电祭 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 献那人的赎罪祭和凡祭 也要把那支公羊和那筐无效饼献给耶和华做平安祭 又要将铜献的宿祭和电祭献上 拿希尔人要在会幕门口 剃离俗的头 把离俗头上的法放在平安祭下的火上 他剃了以后 祭司就要取纳遗嘱的公羊一条前腿 又从筐子里取一个无效饼和一个无效薄饼 都放在他手上 祭司要拿这些作为摇剂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这与所摇的胸 所举的腿 同为圣物 归给祭司 然后拿希尔人可以喝酒 许愿的拿希尔人 为离俗所献的贡物 和他以外所能得的献给耶和华 就有这条例 他怎样许愿 就当照离俗的条例行 耶和华小欲摩西 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 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 说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 赐你平安 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 为以色列人祝福 我也要赐福给他们 约翰福音第八章 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 耶稣却往橄榄山去 清早又回到殿里 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 他就坐下教训他们 文士和法利赛人带了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 叫他站在当中 就对耶稣说 夫子 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 摩西在律法上 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 你说 来把他怎么样呢 他们说这话 乃试探耶稣 要得着告他的把柄 耶稣却弯着腰 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 耶稣就直起腰来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于是又弯着腰 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他们听见这话 就从老到上 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 只剩下耶稣一人 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 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 妇人 那些人在哪里呢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主啊 没有 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法利塞人对他说 你是为自己做见证 你的见证不真 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 我的见证还是真的 因我知道我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 我却不判断人 就是判断人 就是判断人 我的判断也是真的 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 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 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 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 我是为自己做见证 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 你的父在哪里 你们不认识我 也不认识我的父 若是认识我 也就认识我的父 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 教训人时所说的 也没有人拿它 因为它的时候还没有到 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要去了 你们要找我 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 我所去的地方 你们不能到 犹太人说 他说我所去的地方 你们不能到 难道他要自尽吗 你们是从下头来的 我是从上头来的 你们是属这世界的 我不是属这世界的 所以我对你们说 你们要死在罪中 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 必要死在罪中 你是谁 就是我从起初 所告诉你们的 我有许多事 讲论你们 判断你们 但他差我来的是真的 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 我就传给世人 他们不明白 耶稣是指着父说的 你们举起人子以后 必知道我是基督 并且知道 我没有一件事 是凭着自己做的 我说这些话 乃是照着父 所教训我的 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 他没有撇下我 独自在这里 因为我常做 他所喜悦的事 耶稣说这话的时候 就有许多人信他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门徒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 你怎么说 你们必得以自由呢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所有犯罪的 就是罪的奴仆 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 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 所以天父的儿子 若叫你们自由 你们就真自由了 我知道你们是 亚伯拉罕的子孙 你们却想要杀我 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 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 你们所行的是 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 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 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 告诉了你们 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 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 我们不是从云乱生的 我们只有一位父 就是神 倘若神是你们的父 你们就必爱我 因为我本是出于神 也是从神而来 并不是由着自己来 乃是他拆我来 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 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你们父的私欲 你们偏要行 他从起初是杀人的 不守真理 因他心里没有真理 他说谎是出于自己 因他本来是说谎的 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我将真理告诉你们 你们就因此不信我 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 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 为什么不信我呢 出于神的 必听神的话 你们不听 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 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 并且是鬼附着的 这话岂不正对吗 我不是鬼附着的 我尊敬我的父 你们倒轻蔓我 我不求自己的荣耀 有一位为我求荣耀 定是非的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人若遵守我的道 就永远不见死 现在我们知道 你是鬼附着的 亚伯拉罕死了 众先知也死了 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 就永远不偿死位 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 亚伯拉罕还大吗 他死了 众先知也死了 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 我若荣耀自己 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 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 就是你们所说 是你们的神 你们未曾认识他 我却认识他 我若说不认识他 我就是说谎的 像你们一样 但我认识他 也遵守他的道 你们的祖宗 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 仰望我的日子 既看见了 就快乐 你还没有五十岁 岂见过亚伯拉罕呢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还没有亚伯拉罕 就有了我 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 耶稣却躲藏 从殿里出去了 诗篇第七十二篇 索罗门的诗 神啊 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 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 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 按公义审判你的困苦人 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 使民得享平安 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申冤 拯救穷乏之辈 压碎那欺压人的 太阳还存 月亮还在 人要敬畏你 直到万难 他必降临 向雨降在已歌的草地上 如干淋滋润田地 在他的日子 一人要发望 大有平安 好像月亮长存 他要执掌权柄 从这海直到那海 从大河直到地极 住在旷野呢 必在他面前下败 他的仇敌 必要填土 他师和海岛的王要进贡 士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 诸王都要叩拜他 万国都要侍奉他 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 他要搭救 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 他也要搭救 他要连续贫寒和穷乏的人 拯救穷苦人的性命 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 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 他们要存活 士巴的金子要奉给他 人要常常为他祷告 终日称颂他 在地的山顶上 五谷必然茂盛 所接的古石要响动 如粒巴嫩的树林 城里的人要发望 如地上的草 他的名要存到永远 要流传如日之久 人要因他蒙福 万国要称他有福 独行骑士的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 直到永远 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 Amen Amen 耶稀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